这有点危险 这边Q闪了 Q闪了是小地图 没闪 死了死了死了 被挡到了没闪 在这个位置感觉确实没有什么机会了 小五应该是把Q 为什么了 下路这里打起来 下路就限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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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路是被gank 然后由BOG拿加一血一血 是在牙膏的杰斯身上 而下路这里也是打出了一个限杀 小虎虽然被杀了 但是对象还是 稍微有点优势的 他就丢个儿子先吧 扔儿子 想月好像 要闪现绑吗 这肯定不能闪现绑 对啊 要在这个位置你绕过来 那闪现绑 然后别人直接闪现 你带他们 你不直接死了吧 他们装的 正面直接来了 收过来 一眼进化用 进化 但绑到了这个 2 就死了 人头让给 这个还能杀吗 这感觉也死了 也死了 这波 这波就是假装我要 打 对 但是把你骗出来 是的 那你说 奥克跟昂这里有走的特别激进的 为什么 也没有 我感觉他们都不敢 他们都不该去看 对 你打野 你打野都不来 你看什么 这波必须说 刘天松的这个列纳塔 就是他掌握度高 那这卡丽斯塔 这波 肥爽了 嗯 就是刚刚凌王在担心 对WBG视角那个担心的点 现在做到了 你可以从两边的教练组织 这个就知道 明显觉得这波龙幻先锋 但是又丢两颗人头 绝对是伤的 这教练明显 我理解不了啊 下有闪现有大招 看一下怎么操作 他看到大树 他看到大树 这边有闪 他想直接大招接女影的侠 在等啊 应该是死了 我也还没有察觉 死了死了 哎 哎 走位扭掉 Q交闪现 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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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这波好惊险 他的大是抓什么东西的呢 不知道啊 抓了一波帅吗 晒闪都没交啊 但是 那也不 他可能是抓小虎吧 小虎现在是满状态 加闪也在啊 扔着玩了 哈哈哈哈 拿来打先锋 刷野 刷野不小心 不知道啊 来看一下这边 奥文这个大招 只是先倾线 这点状态自然自我也给出去 他们这个配合 这要干嘛 两边的远程丢技能 那线已经被清掉了 明显不是一个月塔的一个时机 这好亏啊 下路这里副头之毛 再疯狂的吃渡城 但是奥恩这边有TP 可以踢出来 是的 哎 还是要压 然后放先锋吧 这还是要保 女警奥克的一个发育 对主要卡列这组合对线太强了 打传统的有些时候一级就可以直接 就二级可以直接越你嘛 对 就屯兵线进去也可以二级越 哎 带走 哎 好细节 等了一下风向延细 并没有打到大招 这么冷笑感觉有点有点危险 交了一个大招 完了 要被单杀 是的 交闪跟闪过来 Q几个减速到Q3 等到W顶掉 也很细节 但是没用啊 马上硬好了啊 阿兵完成单杀 确实 是天墙边我故意等了一秒 骗掉了冷笑的一个风向延细 这就是 我觉得奎塔雷就是打 就是打这种肉太简单了 是 但这边是在塔高的时候 要死了 要死了 这边薰能走吗 薰没被拉回来 但威威还在追 Q净能减速到 但是说小五感到正面 应该不想追了 哇这把威威感觉 他的出装问题有点大 他好像出了恶魔之庸吗 后面有TP 看我看一下 你说他身上有没有给到 那个燃烧效果是吧 他有恶魔之庸 恶魔之庸 他是先恶魔之庸的 他这把是 因为奥恩弄反 所以他补点一遍 他要补点是要出装 再补点一遍 再补补就是太难玩了 对 要补点一遍 全靠杀魂 但这波 只是看到回话 是把中塔点了 用一个奥恩的代价相当于是 对 奥恩也是不小心被捆住 捆住 然后接电脑塔的大招 对 这已经必死了 流星中过来这个 铁腕镜盒没有握到 要不然可能熏会有点危险 帅没闪 又要动了帅 帅没闪 应该活不了 四个人应该活不了 必死了 人头让给谁 人头让给女警 是的 哇这把 这个感觉这个奎堂皮要 要成了什么 要成很大的隐患 看下币你怎么选择 要继续点掉 还是 他应该想点掉回家 点掉回家 踢过来 但是回家前够班长嘛 19分钟 哎 赖特还 吃到了大招 技能全空了 互相交替 这边直接踢 没有回家补装备的兵 这边是 直接踢 也打不了之后 往回拉 他还有一个恶意收购 这边是看到一个落单的 昂在上方 但队友没人跟 是的冷却下来 已经被打残 被碎兵给碎掉 最后是elk拿到这个人头 赖特被带走了 这边 不会被单杀吧 赖特这个位置 还在追奥 但是暗含量表情 这三个人可能都做不掉 赖特的 赖特打完 已经没了兄弟们 对这波感觉要是零换五啊 牙膏 poke掉了一个微微的人头 沙皇过来 努力的换掉了一个阿斌的人头 但自己后面还有 没闪没闪 没闪 他有超买一个 但是还是要被点死 拉克斯已经点掉了 但是大人头被女警吃了 阿恩这边是疯狂的拉扯 赖特 小拨打完女警回家 应该是无忌了 最肥的两个点 就最需要肥的两个点 BLG全都肥起来了 是的 杰斯跟女警在这一波拿到了 大量的这个人头 以及击杀的一个额外赏金 他这波直接全部坠上来了 这个大树他并没有在前列的草丛里放过那个儿子 赖子细节了 这不就扭了一个 如果他刚被Q了 他就直接要被辅助杀了 又打起来 没什么杀赖子 漂亮的Q1 主妹这边能火吗 主妹直接死了 这边杰斯也没 杰斯也没了 杰斯也没了 杀到两个给到赖子 还想再留吗 但是兵这边应该很难被留住 但是这边状态不好 还能打龙吗 是的 威威的血量很低 感觉打龙要出事 有果子有果子 但是我感觉WBG要把心意痕要拼了 要打了 我感觉不好打吧 不好打不好打 对面还有三个人 但是好像真的想要硬打到底 WBG把心意痕 想要去博取一个机会 但是这边阿兵已经盯进去了 这帅已经没了 威威怎么说 但是有非常多的猫 要先把大龙给拿下来 然后艾奥克这个位置怎么说 打得过小虎 打不过 杀黄这边直接先戳死了艾奥克 杀掉了威威 一个1W的小炮 但是后期赖子想更快来 一关聚合 那就把RBS了 RBS 打BG就好像赌对了 被刘星松打 打得好快那个龙 富多之猫很肥 他两件套 但是有一个呜呜 然后马西亚差一点点拿到这个人头 我感觉是阿兵第一波角色出来 他没有直接进龙坑里面 他直接防止我那个 那个卡丽瑟塔要么打野 对 你看到这个心电图的一个曲线 正面直接甩单 风向连起给的很好 但还觉得空虚的空虚 有有雷亚塔大招 雷亚塔的大招 大招好像还不错 大招也进来了 大招全部的人好像 还有一个羊撞进来 但是这边阿兵能火吗 阿兵差一点点死 但是勋这边好像快死了 是的 但没有一性能 但是还是没有死任何一个人 哇 全部都拉开了 对波啊 这真的是在对波 都是那种大范围的那种地形限制技能 然后一炮 打到小虎女领的来一区 这边 阿兵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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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虎这种位置 阿兵但是没闪 这个位置 感受到大树了 阿兵借他来实力 但是被W抵回去 再大招带回来 但是有闪现 威威这边还有灵光披风 继续往前走 但是有Q3吗 看一下阿兵这个 没有兵权 出的是假修 他好急啊 他上路那波很细节 但正过他好急 他为啥不把大树从那个墙带过去 要来 但是有眼看到了 劫持先给一炮 没人没人 他以为人跟过来了 后面一个人没有 他那个角度就算有人 对他角度也有问题 也不能滚到 对 他要抓 他要抓这个大树 这个解锁 他那个大一定是斜着放的 对 有往右上30度往右边放嘛 两边都有一个瑕疵的操作 蛮正常的 对但是第五局了嘛 很正常 对很正常 这种时候就是对体力的消耗很累的 现在女警必须要拿 诶 到底大树没大 TLG要来跟你搏一搏 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大树就是没大招 这波就是欧文的好位置啊 对但欧文可以进来一个串串箱啊 这边龙血量不 大树在进去吗 被带走了 大树不在 龙带了 奎晓婷这边能活吗 奎晓婷这边还活不了 但是必死了 死了死了这必死 这边只把龙带跑了 但是阿斌这个判断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你等于打BG再怎么样 你要再等一波男爵 结束再打一个男爵 才有推进回合 好转啊 这波 这波很转 这波挺果断的 而且我说实话 这个大树这个大招就成了究极伏笔啊 这要被这要上法庭的呀 就是要被检讨的 看这个时候万一有大招 他们就不可能这么绕绕 对啊 有大招肯定不会绕绕啊 主要是你开了个大 你还被人看见你开大了 对 你要是打一眼你按错了 可能他人都不敢开了 而且主要是那种 我们不好帮他盘的 就是外面后面有个人 我们还能盘 没人 然后他的角度又不对 就是我们盘不好 就有点像多兰那个伞 对吧 就是 但是视觉效果 确实没有那么强了 对 就是多兰那个伞 确实视觉效果太强了 没事兄弟 赢了就啥都没事 是 输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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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敢想象啊 嗯 主要打最后一把 对 哎 这直接开了 开中路女警 女警有闪吗 没交闪 正希卡的很开 好奇 这波没大类啊 卡丽斯拉 推中了 他想推中 想推中 想卡你这个大龙MUFF的一个位置 但是正面这边 蜡蜡也在拦人 但是这里直接开着晒 帅哥只剩下半条血量 但是这个得回来了 得回来就着晒了 这下有晒 这下有晒 还在看 但是晒这边还有踢 要慢慢追慢慢打 这位置 这位置 卫卫没选了 要跑 这边的话 中路的兵 好像不足以让他们拆高地 是的 但是小虎在中路外塔立了一个圆盘 小龙要给好像 小龙这个位置好像给不 这个就要给 还在被poke 还要打吗 这怎么打 这怎么打 这打也是三层血啊 虽然有红buff可以拖战 又犯血 是下来就直接被elk打掉 一千多人血 我也没看见位置了 感觉已经神志不清了 这个位置WB区真要搏吗 这边小虎绕过去 别看见位置 微微有大 但是感觉还是神志不清啊 但是这里 被带走 带走了 这个位置 但是Q3没有中 微微中了一个位移 被一个大马西亚打到以后 哇 这要杀黄过去打 龙跟 没有办法去抢龙 但是 这打也被打走了 哎 抢错了 龙被 这样的话 赖都站了出来 杀掉了 水的赖都杀完 再晒过去 打出一个闪现 一级的剑术 这边竟然旧的一个杰式高子哥 是倒下了 这边 可以一波 冰也没了 冰只有跟小虎一打一 黄成平 给他镜头的外面 有小虎获胜 30分 这什么剧情 这什么意思啊 没有 就打也被杀的那边把土龙魂拿到了 战局变得非常的乱 时间够不够啊 我想一下 我感觉应该不够 这个线有可能被清掉 拿命清吗 应该一波了吧 好像够哦 拉赫斯能清掉吗 我觉得够啊 大招一清不掉 有炮车 这边直接扛上去 别让女警清兵啊 我现在拿命清不掉 他没行炮车 能打掉吗 还有一个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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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点 然后一波不了 这个竹琳球 要往前扎吗 哇 夹子 有夹子 在这个位置是必死的 赖的大人都也给出去了 有TP 还有TP 是的 猪妹这边是没有大招 这边还能跟 还能跟 QW 好Q吧 流行松好像活不了了 杰斯来了 一锤就死了 一炮 没打到 但是有锤 锤子减速到就死 减速到了 这边沙皇的位置好像也被找到了吗 沙皇这个位置 看他流沙一星怎么样 那的话W必须是想要 这边 表情好像想要反一波去找沙皇了 沙皇这位置有 沙皇这边B走了 他没有TP 抓不到了 那一波不掉 应该是一波不掉 除非那个杰斯一炮 有一炮吗 已经回去了 没有没有 已经回去了 我这把真的不知道 一炮 心在跳 心在跳 我想补给别人记得 这边是看了皇冠过去想追 奥尔这边先过来杀个一 二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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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也先倒掉了 中午有超级兵 应该一波了 一波了 一波了 他们还要 他们在等这个兵线进来 没有要回头 对WBG来说没有撤退可言 一炮一炮 奥恩挡在前面 打不动 感觉这个线好像真的清不掉 只要超级线来了 来看一下第六局还有机会吗 冰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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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死了就没了 而且这边小虎进来 也推了一下高智哥进来 小虎这边先死了 然后呢 小虎没死小虎雷死 小虎雷死 小虎这边有精神他没用 对 我们还在操作 原地开了个精神 但是怎么说 没有任何东西 没有任何能打破了 没有任何能打破了 戴特拿到AO这个下档 也让我们与此同时 恭喜WBG 挺进S13的一个决赛 恭喜微博 恭喜恭喜恭喜 一直让我想到 我们在网上一直 最近从WBG一路挺进的时候 看到那一个 春风若有莲花翼 可否许我再少年 对吧 就是 今天这一把B25 我 我不知道两位同不同意 但我心中觉得就是 帅哥是让我们最近惊艳的点 但是Light 就是我们说S13有一个 梗叫做灯神 当然这个灯不是Light这个灯 但是在最关键的时候 这个副头之毛 尤其在对线的时候 没有拿到那么大的优势 但是 打团的时候 他证明了自己的副头之毛 是 值得见军一个决赛门票的 是的 哇掌声送给 场上的十位选手 都代表咱们赛区 我觉得这把BO5 也让全世界看到了LPO的一个强势 当然这 前进的WBG 接下来就看 明天是 打谁 对 是内战会师 还是要 作为最后希望 跟T1来争夺 这个最后的冠军 我觉得 微博这样上去了 我觉得 微博是打这两个队都不太虚的 我个人觉得 不管是京东 不管是T1上来 我觉得微博都有得打 是的 对 微博这对 万一是BLG上去了 万一是又碰到京东 那我觉得我们这个剧本就没什么意思了 但我觉得 就是BLG如果今天从 就是微博这样的内容进去过去 然后碰到京东 我觉得他也有得打 就是也不是一定输 当然 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微博打京东 没输过我想 不是我讲错 我是说BLG BLG如果进去了 对对 我觉得也有得也有得玩 是的 对吧 就是每一次的对阵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这个剧本的话 应该是微博打T1更有意思一点 微博打T1 还是BLG打T1 微博打T1 微博都进了你还比较进呢 我以为你是要说就是拳华打LCK吗 已经被逃害了 怎么拳华 明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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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的观众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梦想 对吧 那WBG打T1 你觉得比较京东更有趣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新老上单交替了 五度也交替了 就感觉很有话题性 就双冠打三冠 对然后小虎无冠打三冠 无冠打三冠 能不能零大于三 对但你打京东就是 就怎么说就是你微博你在RPL 你总赢京东 一次没 但是到后面一次没碰过 然后你来个决赛来干一下感觉没啥意思 因为你总赢他呀 嗯 那百类成冠不会说的是京东吧 MING PAO CANADA.COM